現在呢 我要去檔檔探險 反正這個曼谷的檔檔真的很大 我看了大概有超過五六百個建築 所以每一條線我大概要從第一階給他 騎到看看吧 三十階吧 他說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八塊五 沒關係啦 錢不是這個小錢 問題是體力很好 因為很怕有上坡 所以呢 我就來這邊住了一個腳踏車 Alright 自我安全幸運抵達吧 下一次呢 如果有人是跟我壯膽的話呢 我就跟他下海了 滑這個 好漂亮喔 這是很傳統的 然後呢 這是叫 Kayette 然後呢 我來給大家照一下齁 你就是一個人滑的 你把那個腳齁 放進去裡面 然後呢 東西是放在這裡 就不會撕掉 那不管你會不會游泳呢 沒關係 他就會給你穿一個救生衣 可是我還是很怕 可是我還是很怕 因為呢 我只會游泳池 不會游泳池 不會游泳池 所以呢 還是怕怕的 Alright 拜託喔 如果你是我會游泳的朋友 趕快 join with me OK 這是另外一個傳統的 非常酷 這個我要來滑啦 OK 來 我跟大家齁 做一下 報告一下那個行情齁 你租一個小時啦齁 大概是20塊左右齁 上海 下海這樣子齁 好 這一沙他們正在建齁 要建給我的 需要一年的時間 等我明年再來齁 這個經過Local的人齁 跟我指點說來這邊呢 可以齁 很多帥哥呢 都來 都會來滑這種齁 然後在他們自己這個合比賽 尤其那個像很多那個什麼 英國人 因為加拿大以前是英國人統計的 統治的 所以呢 就很多英國人會來這邊齁 偶爾不小心啊齁 就會 而且很多美國人很喜歡來這邊 那你知道那個Facebook 以前的那個兩個雙胞胞胞 兄弟姊姊 兄弟就是在滑這個很帥的齁 聽說他們常常來 那我聽到了之後呢 我也馬上趕過來 結果呢 這些人真要命 聽到恐龍妹要來了 全部都桃枝夭夭 你看 全部都empty啦 沒有一個人在這邊啦 這是第一次我看到狗 在那次的狗 哇 髮型就像這個樣子 我是在那裡 這個肌肉 咦 髮型 對 髮型 你還沒帶她去髮型 或者什麼 真的嗎 沒有 這就是她家超人 哇 她應該有很多複製 真的嗎 她更多難� alley 她一番好 cum 她很漂亮 她很好的男生 她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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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